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0月12日晚宣布 将在11月对非必要的旅行重新开放其陆地边界 结束因新冠大流行导致的长达19个月的边界关闭 自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汽车、铁路和渡轮旅行 基本上仅限于贸易等必要旅行 此项新规将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公民 从11月初开始进入美国 通过陆路或海陆进入美国 则不需要进行新冠检测 只要旅行者符合疫苗接种要求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 美国将接受那些已经完全接种了 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紧急使用的任何疫苗的旅行者 官员们表示 疾控中心仍在努力使接受 两种不同疫苗接种者的程序正式化 官员们也提醒 那些寻求非法入境的人 仍将根据第42条权力受到驱逐 美国社会安全局10月13日宣布 领取涉安金支票的6400多万美国民众 领取社会安全补助金的800万民众 从2022年开始领取金额将调升5.9% 创下近40年来最大调整幅度 过去10年 涉安金调增幅度平均约为1.7% 大约7000多万美国民众都将因为这波涉安金生活成本调整而受益 美国劳工统计局13日指出 今年9月平均物价较8月间增加0.4% 整体而言 今年物价较去年增加5.4% 社会安全局表示 退休员工每月领取的涉安金支票 平均金额将由目前的1565美元 在2022年1月起调整为1657美元 身心障碍的员工每月领取涉安金支票金额 也将从平均1282美元调整为1358美元 为缓解港口货物积压严重和效率低下制约经济复苏的关键问题 美国政府10月13日表示 正在与洛杉矶港口及有关企业进行磋商 促成一项名为90天冲刺的紧急方案 要求洛杉矶港口的部分作业实行7天24小时运转 尽快解决货物积压问题 在过去的三周里 长滩港已经以这种方式运作 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数据 截至11日 有62艘船只停泊在这两个港口 81艘等待停靠和卸货 沃尔玛联邦快递和UPS 已经承诺在非高峰时间卸货 以使洛杉矶港口能够不间断运营 国际码头和仓库联盟本周宣布 其成员愿意加班 白宫指出在洛杉矶港 货物在夜间的移动速度比白天快25% 而这些承诺将有助于缓解白天的拥堵 从而释放系统其他部分的产能 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和仓库 据KTLA510月12日的报道 一项旨在禁止在加州所有土地上 出售枪支的法案 已经被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案后来被修改为 只适用于呈现的集市 科斯塔梅萨 这结束了自1995年以来 已为该场所带来 700万美元收入的枪支展销 来自37区的加州参议员戴夫敏 提出的264号参议院法案 是州长纽森在10月10日截止日期前 签署的一系列枪支安全法案之一 该法案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 规定在呈现的展览活动中心 经营的土地上出售枪支弹药 为非法行为 敏称该法案的出台 是减少呈现枪支暴力的伟大的第一步 并在周一宣告将在未来 重新提出一项全州范围的禁令 世界卫生组织10月13日公布 提议成立新病原起源科学 咨询小组科学家团队 任务包括研究新病原体 防止未来爆发的全球疫情大流行 以及重启陷入停滞的 新冠疫情溯源调查 该团队由26名专家组成 将负责制定一个新全球框架 用以研究新地方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病病原体起源可能性 包括导致新冠病毒的SARS-CoV-2病毒 近日 中国四川 贵州 江西三省均发布育儿假政策 根据当地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子女三周岁以下的夫妻 每年分别享受累计十天的育儿假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陈中宏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父母同修育儿假将有助于增加承担照顾责任的父亲比例 从而降低企业雇佣育龄妇女的成本 促进男女就业的机会平等 这是继中国出台三孩政策后 迈向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又一步 关系人 According to the Code fazendo Mmm For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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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